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极早就医 在春秋时代 齐国有个名医叫做秦岳仁 他的医术十分的高明 要道病除 和上古相传的名医 扁鹊一样 所以人们就叫他扁鹊 有一天齐桓公召见他 两人谈了一会儿 扁鹊就说 您的病在皮肤里 不医恐怕要加重啊 桓公说寡人没病 扁鹊辞出后 桓公就对左右的人说 医生吗 总喜欢治没有病的人 好表示他的医术高明 过了时间 扁鹊又来见桓公 说 你的病在肌肉里 若不赶快治疗 还要加深的 桓公还是不理 扁鹊辞出 桓公对他更是不满 再过了十天 扁鹊看见桓公 转身便走 桓公就猜人去问他 扁鹊说 疾病在皮肤 用药涂韵便可以好 在肌肉 用真实可以治疗 在胃肠 用大剂药也可以治好 但在骨髓里就要治命 无药可治了 现在桓公的病 已经进入骨髓 所以我也不再求上君 去接受治疗 五天之后 桓公觉得身体疼痛 便派人去找眼缺 眼缺却早已逃到秦国去了 不久 桓公便死了 疾病的医治 在于及早发现 病情轻微的时候 有较多的方法可以选择 等到病入高盲的时候 就是扁鹊滑脱 再是也无药可医 现代的医学进步 各种帮助诊断的仪器 日新月异 治疗的技术 也一直不断在更新中 但是病是在病人的身上 病人不就医 再好的医术也无法发挥功效 比如多半的癌症病患 如果在早期就发现 都是可以治愈的 所以个人的健康 完全在乎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 自己要好好照顾 人犯罪也是如此 当开始的时候 犯了小罪的人 还会有罪疚感 觉得需要跟着 如果继续纵容罪的滋涨 良心的功效 就渐渐失去作用 到后来犯了大罪 还不自觉 变得无人能够指正当 最后他不但因罪受苦 还要接受上帝的审判 基督徒也是如此 时常会落入罪的试探中 如果我们故意忽略 圣灵的感动 帮助我们去胜过罪恶的力量 就会越来越小 有病的人要及早就医 犯罪的人要及时悔改 身体的病需要看医生 灵魂的病需要找主耶稣 因为祂是我们灵魂 唯一的医治者 愿意我们都回到祂面前 得到医治 求神帮助 谢谢 期说学生 infin笔 按赞